嘿欢迎回到九九的频道 那我们这一期呢还是讲一下亚马逊相关的内容 就是去年的封号潮 关店潮 如果说2020年是中国跨境电商最疯狂的一年的话 那2021年无疑是中国跨境电商最狗的一年 为什么说狗呢 就是数以万计的listing全部变狗 那去年的封号潮呢 涉及的中国卖家是数以万计 被封的金额呢是以千亿起跳的 最后在深圳做跨境电商的朋友说 深圳在亚马逊做的各大类目的number one 全都死翘翘 无论你是小卖家中卖家 还是上亿上十亿甚至百亿的大卖家 都躲不过封号 那封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还是我上一期所说的刷单跟操控好评 那其实呢我的账号也是在这次封号潮中被误杀过 但是被我救回来了 就大概关了一个多礼拜就把他救回来了 2020年亚马逊头部卖家中 42%都是中国卖家 就是那种大卖家里面42%是中国卖家 总体来讲呢 亚马逊卖家的63%都是中国的跨境电商 但是由于2021年4月开始大面积的封号 那中国卖家在亚马逊上面的市场份额是慢慢下降了 刚开始第一波的时候是因为里面的小卡片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海外仓特别的繁忙 因为有很多的大卖家是因为小卡片事件 就是说你发产品的时候附带了一张小卡片 上面有锁平 就是退款的这种 比如说你给我一个五星好评 我就给你返多少款的这个小卡片 这是一抓一个准 只要亚马逊派个人去抽查的话呢 这个小卡片上面就是白纸黑字的 记录了干预好评的这一个动作 所以当时的海外仓非常的繁忙 很多卖家就先把货全部拉回海外仓 把那个小卡片抽出来 打包一遍 然后再发回亚马逊仓库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呢 听说一个单就要三美刀 所以当时海外仓是发大了 但其实呢很多产品呢 它根本货值就不值三美刀 那为什么卖家还是要这样做呢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在一个产品里面放 另外一个产品没有放 那你这个号 你这个卖家账号 就因为这么一张小卡片 可能导致整个店被封号被关店 那真的是得不偿失 所以很多卖家都还是觉得说 一定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小卡片抽出来 那很多卖家呢 当时想着说 啊小卡片抽完了 我们就安全了 还没完呢 5月初美国网络安全机构 Safety Detectives 曝光了产品好评交易记录 Elastic Search 当时的估计呢 是有20万个卖家和消费者被涉及 他们记录了产品好评交易的聊天记录 就有1000多万条 也就是我上期所说的刷单 就是按照关键词搜索购买产品 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 收到产品上好评 然后卖家退钱 在6月份呢 泽宝旗下的RefPower这个品牌 就被华尔街日报曝光了 直接就是人家记者买了一个产品 然后直接拿着那个礼品卡 然后讲到兑换的方法就是违规操作 于是呢 亚马逊也没有办法 就是说该封号的查到资料的 那就得封号 该关店的就得关 真的是出来混的迟早都要还了 刷单也不例外 只要刷过单其实都会留下足迹 其实2020年呢 在亚马逊整个大环境的竞争的情况 已经是非常的激烈了 就是说你不刷单 你基本上是死 你刷单也一定死 所以横死 竖死都是死 像我这种走其他路线都被波及了 就是驰鱼都被波及了 就可见当时的力度有多大 我是不刷单的 但是呢 但是他们当时就是管你3721 先关了再说 封号潮当时非常的混乱 所以我也整理了一下时间线 分享给大家 那在2021年亚马逊的封号潮 第一家被封的就是 MPOW帕托逊 它是在4月30号的时候 有606个热卖产品被下架 他们主要是做蓝牙耳机和周边产品的 那帕托逊的专利数是达到了256项 拥有186项商标等知识产权 也得到了德国红点设计奖 韩国K-Design奖 匈牙利的欧洲产品设计等多项国际大奖 就是在这件事情发生的两个月前 它才刚刚以20.2亿的价钱 被母公司跨境通卖给了小米 顺为为靠自己的跳动的量子跃动 然后也有慎心国际的资本 那这个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噩耗 也是一个意外 那大家可能会问说 那封号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亚马逊的规则有非常的多 包括我们上次说的 回买家的信息必须在24个小时以内 发货也是规定时间内 很多的责任都是卖家来承担 亚马逊规定一个公司只能有一个店铺 如果你一旦被封号的话 就等于说你公司的全部产品 这个号里面的全部产品都不能卖了 所以一般的这种大公司上亿的公司 它不可能只是一个号 它一开就一定是100到200个店 它把风险给分散了 封号就等于资金冻结了 它也不会告诉你是什么时候解封 你这些钱就待在它那边 然后亚马逊来吃利息 货呢也是封在亚马逊的仓库 卖家几乎是一无所有 那其实我们做卖家的都知道 你其实是见不到钱的 因为你的钱都压在货里面 一旦封号的话 就是所有的运营都没有办法正常进行 要钱没有钱 要货没有货 只要拖个一两个月 没有一家公司能撑得过 而且在同时间呢 就是卖家还得付供货商的欠款 像那种大公司他们拿货 不是说是先付钱的 他们是先拿货 然后呢在30天的term 再把这个货款打给这个供货商 其实供货商也很惨 就是被牵连 一般公司备用储备资金都不是很多了 那你没有这个周转资金的时候 你还要负责 员工的薪水 公司的运营 办公室仓储费用 一系列的这种费用都要付 所以一旦被封号的话 就等于不但是没有赚钱 你还是欠人在一屁股债 根本没有生还的余地 我在发完第一支 跟亚马逊有关的视频说我不做了 还有很多朋友就鼓励我说 啊你再坚持坚持 坚持个两年 胜者为王嘛 但是呢我的回答就是 我还想再多活两年 这个压力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也有朋友说啊你自己开发一些新产品吧 如果你看过这一期的数据的话 你可能就不会想说再去开发 任何的产品了 因为你看帕托逊 他开拓出了这么多款产品啊 专利数都已经达到了256项 我能够开拓出一个专利 都是非常牛的了 人家是牛中之牛 256项 如果你要去开发10款产品的话 那研发的时间是好几个 甚至是一年的周期 那之后再要推广测试 可能能够达成爆款的只有几项 就等于说你可能10个产品 产品里面有5个产品都是白费了这些精力的 那你的公司不够大的话 你如果只是去研发一两款产品 那你死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就是比如说你的运气特别好 产品爆了之后呢 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的抄袭 模仿跟卖 很多朋友说你不是有注册商标吗 那你就不怕跟卖了 是没错 但是人家是跟不了你这个注册的品牌 的这一块 但是他可以开一个新的listing 同样是用你的这个品牌 必须要请一个团队的人 去打压这所有的公司 每天就在亚马逊上面搜 谁用了你的牌子 谁用了你的专利 这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工作 你如果是一个小卖家的话 你根本没有办法 有这样子的精力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继续讲 在5月9号 奥基奥基 旗下大量链接失效被封 这个是称为亚马逊三节之一的 奥基奥基 他们也是做蓝牙耳机的 就看到这个类目 其实是竞争非常激烈 那奥基呢 它在2020年的业绩 是突破了100个亿 百亿级别的卖家都躲不过 他们主营是3C数码 电动工具 智能家具 家具 大型健康类产品 旗下有很多的知名品牌 包括3C数码类的奥基 电动工具品牌 TechLife 家庭健康电器品牌 NiPo 小家电品牌 iCock等等 这些其实我很多时候都买过啊 就是他们真的是 很大的一家公司 但他们的 在亚马逊中的占比 实在太重了 就是他们的75%的业绩 都是来源于亚马逊 这其实是非常危险 亚马逊对于卖家来讲 不是一个安全的平台 6月16号 新辉股份 也就是责保的母公司 它旗下的RefPower Teltronics Vava 三个品牌 说实在话 我这三个我都买过 真的是很大的品牌啊 他们设计的部分店铺 被亚马逊暂停销售 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就已经一年以后了 都没有回来呢 Vava 我是买过他们的投影仪的 是挺好用的 得了很多的奖 你看他们也是做研发的 就专注于小电器 智能音频 智能配件等设备的研发设计和销售 旗下产品远向美国 德国 英国 日本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 4000多万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旗下多款产品都是得了 德国的红点设计奖 2019年是被认定为国家高薪技术企业 上亿级别的大公司啊 7月6号 有科数 旗下340个链接失效被封 冻结1.3亿人民币 他们的产品是有电子仪器 健身器械 机械设备 户外用品等多个领域 8月5号 华顶股份子公司通拓 被关闭了54家店铺 冻结4000多万人民币 Tom Top旗下的自主品牌矩阵 销售品类包括家居户外健康美容 汽车配件 摄影器材 影音视频 服饰 玩具 电脑 及手机周边配件等 十余个品类 数十万种商品 那据说有人是刚买了深圳湾一号 就因为被封号 直接就从楼上跳下去了 到目前为止呢 深圳跨境电商的各个类目的number one 几乎全部变狗 封号还在继续 大麦封完封中麦 中麦封完封小麦 亚马逊三节 唯一一个躲过的大麦是anchor 它一直都是跨境圈的标杆 anchor一直都是跨境电商圈的神话 它是在2011年的时候 由Google的前工程师阳萌创立的 然后迅速在亚马逊占领市场 就成为了2012年的节假日销量冠军 我也是买过anchor的产品 人家的确是非常的厉害 它那手机的那个充电线呢 就是拿去跳绳呢 他们对产品的质量是非常的重视 就是还是得跟这个大麦学习一下 就是人家创品牌创事业 真的是当之无愧的神话 然后2018年呢 获得Brand Z 中国出海品牌 50强的第七名 以年22%的最快增长速度 当选为成长最快的消费电子品牌 并有多款产品获得了 德国红点设计大奖 累计获得授权专利520项 注册商标475项 软件注册权29件 他们在封号潮之后发表的声明 就是他们从成立起 在亚马逊的站点只有一个商铺 绝对不会触碰红线的事情 一个店铺呢 其实对于所有的卖家来讲 都是非常危险的 一旦封号 身无分文 欠一屁股债 亚马逊很厉害 你的IP是关联的话 那这两个号都要关掉 我记得我当年呢 是先被警告一次 然后你要关掉一个店 如果你不关掉那个店的话呢 那就是两个店同时就要被关掉 非常的严格 然后我又去翻了一下 去年5月份左右的时候 各大群里面讨论的这些截品 也是这个网站amz123.com那边找到的 亚马逊在调整 不知道谁在中枪 对的 因为一批A3违规 滥用变体被封的 没有合并 大家可能都会在想说 这个到底是什么 因为如果你不是亚马逊卖家的话 你可能真的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你看他们都说 用小号没有合并 警告后一动不动 吓得要死 今天估计挂了几百 或上千个账号吧 定制翻新僵尸 都可能挂 泽宝和Ampow好像也挂了 翻新都会挂吗 对 有人挂了 我就现在讲一下 什么叫做僵尸和翻新吧 大家可能看到这里 如果你不是做亚马逊的话 你可能看到云里雾里 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所以我现在又给大家扫一下忙 以小白都能听得懂的语言 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僵尸 什么叫做变体 什么叫做合并 那大家可能会问说 什么叫做僵尸 我现在就找了个僵尸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自己的产品 我曾经卖过这个鸭子的手机壳 但是它是iPhone7的 就没有再卖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僵尸 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130个review 4.3星的好评 很多的公司呢 就是找这些僵尸的listing 但我的这个僵尸是别人用不了 因为我是申请了注册商标嘛 所以别人是用不了我这个僵尸的 但是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僵尸 我可以用它 但是我会不会用呢 我真的不敢 因为一用的话就一定出问题 那怎么样判断它是不是僵尸呢 你就看这儿是currently unavailable 也就是说这个listing是没有产品在卖 但是它还存在于亚马逊的系统中 你只要找到了没有注册商标的商家 有的这种已经过气的listing的话 你就是找到了一个僵尸 那它用来做什么呢 我们再继续看一下 再去看一下我上一集讲的鞋盒子 鞋盒子里面呢 有很多的不同的变体 这就是变体 它可能是同样的产品 但是呢 我给它不同的数字 就比如说是四套作为一个变体 一套作为一个变体 六套作为一个变体 八套作为一个变体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可以把一个僵尸 夹在后面的变体里面 然后你去把这个僵尸呢 所有的信息都改掉它 比如说它的title 它的description 但是唯一改不掉的 就是它在好评里面留的照片 所以为什么很多朋友 在看一个listing的时候 就是你在买的时候 虽然它的好评很高 但是你点进去 真正去看的时候 怎么好像感觉 好评都不是这一个产品的 就是因为他们用了僵尸 僵尸的翻新 就是等于说 把它所有的资料全部改掉 但是唯一改不掉的 就是它的好评 那加一个僵尸进来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加了一个僵尸 进来这边的话呢 好评直接加130 然后呢 把好评直接拉高 所以僵尸和变体合并 这是操控好评最快最有效的方法 因为当你看到一个好评 已经超过四星的时候 而且它有几百个评论 甚至上千个评论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毫无疑问 点完看到好评 不看看里面是什么 很多时候大家就已经下单了 就直接购买了 因为就觉得说 这个是Socially Approved 被社会证明 它是一个很好的产品 是不是它有个僵尸变体 把它的好评 一下子拉高了很多 那我所听到的呢 就是说 它们都怎么玩啊 就一个新产品上来呢 它先放个十个 二十个listing 上到亚马逊去 用小号 就是不是它们的主号 逐个listing刷单 然后再合并 合成一个 比如说你一个变体 你可以刷一百单两百单 如果这个listing 没有出问题的话呢 然后五个变体合在一起 这样子你就有一千个好评 一个月就能做到一千个好评 就大卖家都这么玩的 我们这小卖家 根本玩不起啊 那大家也千万不能去刷单 千万不要做这种变体 也不要去找僵尸 把它翻新 因为这是会死号的 那我现在呢 插播一个产品了 就是我们的粉丝朋友 我们的listing就在这里 这个就是你在睡觉之前 把它戴上 比如说擦点lotion 擦一点手霜之后呢 就去带着睡觉 那第二天 你的手就白白嫩嫩的 因为你知道 我也是老阿姨了嘛 所以呢 这个手还是很重要的 脸要保养 手也不能放过 那我也不会忘记 帮自己的产品打一下call 这就是我的其中一个 比较偏门的产品 就是这种肥皂膜 它其实可以做蜡烛啊 做肥皂啊 做巧克力啊 做蛋糕啊 慕斯那种蛋糕都可以的 这里面呢 还有video告诉你 怎么去做啊 就是买一些肥皂的基底 然后呢 把它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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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完之后呢 就把它用微波炉融化之后呢 倒进这个膜里面 就可以做肥皂了 非常的简单 一天可以做好几十个 如果买到这些膜的话 因为它出膜的时候 就特别的漂亮 你看多可爱 是不是很想买它 那我还有这种3D的肥皂膜哦 你看这是出来的效果 多漂亮 每一个listing里面 都有视频介绍 怎么样去做肥皂 脱膜的过程非常的疗愈啊 你看就是 你看一脱 脱出来一个小鸡 多可爱 这是我的其中两个产品 那我所有介绍过的产品呢 都可以在描述栏找到 所以一定要点开描述栏 去找一找哦 那这个也是一个粉丝的产品 这就是插在iPhone上面的麦克风 无线的麦克风 那我等一下就给大家试一下 看看它的降噪效果如何 这个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就是直接插在iPhone的 插电的地方 而且你如果想要插电 譬如说没电的话呢 你还可以把插电 插在这边 然后它就开始插电了 这是我的旧手机啊 然后它旁边有一个键 去按一下 它就开了 然后就可以把它连上了 这就是我带着麦克风 录音的音效了 那这也是一个粉丝的产品 然后呢 它也说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因为它现在的评论是零 所以它也是不刷单的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 这个音效还不错的话 就可以用我下面的描述栏 的链接去购买 然后如果你觉得你有产品 想让我来推广一下呢 你也可以把产品链接 和这个产品的大致的描述 发到我的email这边 那只要是订阅我的频道的粉丝呢 我都会免费推广 还是我得用得着 因为如果我用不着的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介绍 对了 MUMU最近还有一个挺好的活动 所以建议大家都去 我下面的链接 注册一个账号 存100块钱 你钱存在银行里面也是存着 存在MUMU里面也是存着 人家还是有那种50万的保障 就是说你钱不会不见的 他就会送你一股Lucid电车的股票 这个股票大概价值在20美刀 但是据说这个电车很厉害 它的续航能力已经超过了特斯拉 达到了520英里 就是差一次电能跑520英里 我还没有做特别多的研究 但是听起来好像挺厉害的 如果你们对这个公司有些研究 觉得建议要不要买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因为我也想说我也得赚你一个亿呢 希望在股票里面能赚你一个亿 你不用去炒股 你就存个100 他就送你一股这个Lucid电车 白赚20 白嫖多好 那除了亚马逊的有僵尸listing之外呢 其实我们市面上还有很多上市的公司 是僵尸公司 如果你想听一下这个僵尸公司的话呢 就记得在下面留言哦 这也是我最近新学会来的东西 就是像我的MUMU不是抽奖 抽了两股免费的AMC嘛 然后当时我就听到了这个僵尸公司 然后说AMC就是一个僵尸公司 于是我当时就趁高价把它抛掉了 大概是在14块多 没有抛在最高点啊 但是已经是抛的挺高的了 据说他的贷款偿还能力已经跟不上了 那什么是僵尸公司呢 也就是说他现在每个月的营收 是不够用来还他的贷款的 这种就叫做僵尸公司 如果你觉得有兴趣的话 我去搜个列表 据说有好几百家这样子的上市公司 该抛的就得抛掉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还有点帮助的话 记得别忘了点个赞呢 还有就是订阅 开启小铃铛 要知道做妈妈跟视频创作者 是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今天我整个下午 我的孩子就在外面吵吵闹闹的 然后他经常开那些音乐 你也知道有一些音乐 只要他在你的视频 你的背景音乐出现的话 我整个视频就会有版权问题 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 我还挺感谢这支小麦克风的 因为他稍微能把背景的音乐给降掉一些 那我不知道这个YouTube 他会不会就算降掉了 都能把这些音乐给抓出来 希望不会啊 如果万一被版权主张的话呢 我可能会重新上架 然后再做一些声音的处理 我真的很不重 你会继续 给你 感じ致